桃園市每天骑乘自行车上下学的学生大约有五千多人 为了让学生正确学习防御驾驶的观念 避开行车危险 教育局与慈济大学合作 首创危险情境VR体验系统 让学子在游戏当中身力其境 感受危险的状况 学习避险观念 新兴高中学生透过了VR眼镜 以骑乘自行车的视角 感受道路上实际发生的危险情境 变换车道之前 如果没有先反复查看 就可能发生危险 逼真的虚拟场景 让学生惊呼连连印象深刻 也学习到正确的避险观念 因为虽然说它是虚拟的 它是VR 但是会发生那些交通状况 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会发生的 所以我们更应该要去遵守 而且透过这个体验 让我们更加了解 我们要去遵守以及防范 这一套自行车骑乘危险情境 VR体验系统 是由教育局与慈济大学 许俊佳教授团队共同研发 结合了VR科技 让学生在安全的情况下学习 一般来讲你可能发生车祸之后 其实学生从不管是从受伤过程中去接受到那个经验 其实我觉得是不值得 所以才想说结合到VR的这样一个概念的部分 把一些危险情境我们把它创造出来 然后那透过脚踏车 然后透过VR这样 让他们在这个安全的环境里面去体验这种危险的情境 教育局每年在105所学校推动自行车安全骑乘计划 有了这一套系统辅助 可以让学习更逼真 让世道行车可能遇到了危险减少伤亡 所以透过这个系统 希望能够降低车祸的事故率 我们希望完成这个零车祸零死伤这样的目标 让陶渊的孩子得到多一点的保护 VR系统共有9道关卡 都是骑乘自行车可能遇到的情境 跟看影片不同的是 学生透过了VR眼镜 可以有更高的感受 在反复的练习过后 学到安全驾驶的观念